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力邀成功人士分享人生感悟 与您一同成长在路上 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对如何管教孩子 有着自己独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 当我跟一个两岁三岁的孩子说 你走这边不要走那边 她就想试试看 要是我跟她不同 我要是走这边会怎么样 所以她想去尝试新的体验 她曾担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中国总面试官 而如今却是一位教育专家 她用行动告诉年轻妈妈 如何提升自我 设立目标也是一个艺术 因为你要是给她太多 她会很灰心 就没有自信就放弃 但是你要是给她太少 她不够挑战 她会无聊 也就放弃 她也是一位资深的礼仪顾问 她将礼仪视为中国走向国际化的第一课 而且这第一课应该从儿童抓起 本期嘉宾蒋佩荣与您一同分享 如何提高孩子的自信 蒋老师 您先跟我们讲一讲 对孩子的这个不同年龄段 您的划分标准是什么 我是根据学校的年龄 所以三到六岁就是幼儿园 学前 然后一年级到六年级就是小学 然后初中跟高中这个阶段 我觉得每一个孩子呢 不同的专家都有不同的标志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意识 我们的孩子不一定是标准的 也不一定是比别人早 还是比别人慢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去观察 孩子自己本身的发展 然后根据自己的标准去衡量 因为我们喜欢抢跑 我们喜欢自己的孩子 比别人做得好 做得快 但是其实我们人生的过程 我们不是讲走得多快 而是走得多远 所以我们要记住 这些标志只是让我们参考 然后呢 慢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找专家 参考一下 看我们孩子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个拿来 敲孩子说 你今天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你就是落了 对我自己的经验是 我的每一个孩子 因为他们都是男孩子 在小学阶段都是远远地落后 其他的女生 女生什么都比他们快 但是千万不要因为孩子速度比较慢而担心 因为他们有自己发展的速度 那接下来我们说三到六岁 这个年龄的孩子有什么样的特点 我觉得从三岁左右 孩子刚刚从这个叛逆期出来 我不喜欢用叛逆期 因为英文叫做Terrible Two 但是我喜欢说Terrific Two 为什么很棒 因为呢 两岁以前还是没有意识到 他跟母亲是个体的 他所有的需要都要从母亲身上获取来 当他两岁的时候 他自己可以走路了 他会发现 其实我跟这位人 虽然我需要他 但是我跟他是不同的 他会开始试探 我从哪里开始 母亲从哪里结束 这个时候 当我跟一个两岁三岁的孩子说 你走这边不要走那边 他就想试试看 要是我跟他不同 我要是走这边会怎么样 所以他想去尝试新的体验 在这个时候 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孩子非常不听话 而且作为家长会有很大的挫败感 觉得我是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孩子就是一天到晚要跟我敌对 那这个时候要是太在意的话 你会很折腾自己 也把周围的人都折腾坏了 其实孩子开始有独立感是好事 因为他开始要尝试 比如说你要喂他东西 他就说不要 我要自己来 这个是好事 因为他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了 所以在这个阶段 我们家长最需要了解的是 怎么样为他设立一个安全的界限 有的孩子需要比较广泛的界限 有的孩子需要比较紧的界限 因为他们比较没有安全感 这个没有对跟错 这个是每一个孩子都有不同的界限 三岁到六岁 这个时候孩子的主要关系 已经脱离了母亲 进入了跟其他的家人 还有朋友 因为他已经进入小小社会 就是他的幼儿园 这个时候他的同伴 跟他的互动 也会又比较重要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注重 他跟别人 开始交流的一些游戏规则 但是我也把这个称为是黄金时代 为什么 你会发现孩子有很独特的想法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就开始保留一本笔记本 把他们很逗的一些话都记下来 比如我的老二有一天进来问我 妈妈 蚯蚓会不会打他欠 我说你怎么会有这种问题 他就说 因为我在挖蚯蚓的时候 我在想他们会不会缺乏睡眠 所以他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有些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在这个阶段 三岁到六岁 在这个好奇心 在声望的时候 我们需要帮助他们 保留这个好奇心 但是也不要觉得 我们家长需要拥有所有答案 我们要引导他们怎么样去发问 怎么样去自己找答案 这个是挺重要的 我的孩子三岁多 他会不停地问你 妈妈 你有小鸡鸡吗 鸡你说妈妈没有 他没有 然后他说我看看 大家也都觉得中国的孩子 其实更愿意接受 可能提问比较少 家长怎么应对 在古时代 因为家里的孩子太多了 根本没有这个时间跟精力 所以我常常会看见 小时候有一些阿姨 你问她问题 她就随便编一个话来忽悠你 这个是一个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 可能我们比较在意的是结果 你在学校的成绩不好 你再怎么好奇 再怎么会问问题 也没有用 对你的前途没有什么帮助 我们中国 这个文化是比较实际 但是在这个过程 就消灭了孩子的好奇心 所以我鼓励大家 多多保留孩子的好奇心 同时我们也要了解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界限 比如要是我今天事情很多 真的很累了 我没有办法回答她所有的问题 甚至有时候她问的问题 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 妈妈今天很累 我们家有一个停车场 就是一个白板 今天很累 所以我们就把你的问题 放在停车场上 等到我们有时间的时候 再来回答 然后有时间的时候 你会发现停车场 有一大堆问题 然后我们就可以说 好 那你做个决定 要先回答哪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再一起去 帮助她搜索 还是寻找资源 来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千万不要对孩子说 哎呀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 或者说她就是这样 有什么为什么 就是这种话 家长一定不要对孩子说 对 因为在三岁到六岁 这个阶段呢 我们家长这个镜子 是她唯一最重要的镜子 要是她问问题的时候 你跟她说 你怎么这么烦 她对自己的定义 就是我自己是一个 很烦的人 她还不会分辨 别人对她的意见 最好是用正面的 我会说 你这个孩子 这么多问题真好 你真会问问题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用正面的来肯定 所以每一个性格 都有她正面的地方 比如会有家长跟我讲 我的孩子太外向了 他出去外面 都随便跟人家打招呼 也不知道要提访陌生人 那我就讲 为什么不能欣赏你的孩子 这么不怕陌生人 以后出去要社交的时候 他人际关系会多好 那害羞的家长会来跟我说 我的孩子太内向了 我担心以后他 这个没有办法跟人交流 以后会吃亏 那我就说 为什么不欣赏 害羞的内向的人 他们里面有很好的思想 很观察力很高 而且很会聆听别人呢 所以其实每一个孩子的特点 都能够成为你的称赞点 还是你否认他的一点 所以我们家长需要学习 怎么样称赞孩子 家长怎么样鼓励孩子 去多提问 去发挥孩子的这种好奇心呢 我觉得在座的家长 有没有发现 我们不会遇到一个 没有问题的孩子呢 没有 真的吗 对 这个是人的本性 就是问问题不一样 比如一个比较喜欢 人际关系的孩子 他会问很多有关别人的事 这个人跟这个人 谁跟谁好 谁跟谁不好 谁吵架了 对不对 那一个比较理性的人 他会分析 到底这两个化学东西 把它放在一起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还是当我把放大镜 放到这个时候 会烧到怎么样 什么东西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 他的好奇心 就是我们的好奇心 放在不同的地方 没有对跟错 我们也想来现场 来跟大家交流一下 比如说 你们的孩子曾经问过什么 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问题 然后当时你是怎么回答的 对这个回答是不是满意 可以请蒋平勇老师 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如果是他来回答这个问题 或者他来表扬孩子 他会怎么说 有愿意交流的吗 可以举手示意我 来我们请前面这位 想问一下 孩子到三四岁的时候 总会涉及到死的问题 就问那个 妈妈我不想死 我要是死了怎么办 您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在这个年龄段 这个是很自然 在国外有一些儿童的故事书 一个女孩子去她的祖父的家 然后跟她的感情很好 然后祖父过了一年 祖父就不在那个房子了 那个女孩子说 我很想祖父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有一些准备 准备这一类的故事 然后来跟孩子交流 死亡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是有信仰的人 所以我会跟孩子说 当一个人过了这个世界 他会进入天堂 跟上帝在一起 那天堂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 死亡的人 他们会先到那个地方等你 等到你的时间到了时候 我们可以再相聚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当这个人过到 另外那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想他 因为我们不会看见到他 那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这些我们都可以讨论 就看孩子的年龄 还有他的体验 因为说不定孩子 不知道死亡是什么 他也没有接触过失丧 这个概念 这个是一个心里 需要过去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时尚的过程 我们需要帮助孩子流眼泪 帮助他能够处理他的情绪 同时帮助他能够记得 把这个很好的记忆 变成一个他拥有的一个东西 可以一起去看一些相本 还有要是他真的失去了一个人 可以一起去讲 有关于这个人 在活着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故事 那这样子能够帮助他 处理一些这个失落的感觉 但是然后他的问题就变成了 我怎么剩下来的 我会跟孩子说 每一个孩子都是因为 有一个爸爸爱上了一个妈妈 他们两个相爱了以后 这个爱就产生出来的孩子 所以你是一个爱的产品 所以你看你的身上 全部都是爱才出来的 这个是我们的解释 谢谢 还有问题吗 那您问吧 我的孩子三岁多 刚刚开始面临一个性教育的问题 他会不停地问你 妈妈你有小鸡鸡吗 然后爸爸有吗 谁谁都问一下 我也知道 就是现在很多的教育观点认为 其实孩子小的时候 还是很纯真的 那这个时候你要越正确地告诉他越好 但是在回答问题的一个尺度 我就不好把握了 对 我们每一个孩子都会这样子问 每一个孩子也有不同的体验 我的老大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跟他讲 男的跟女的是有基本上的不同 我们的身体都不同 我们的不同是每一个性别都有美好的功能 那就好了 但如果他继续问呢 继续问你可以说 你看爸爸妈妈就外在的有没有不同 要是他问说那妈妈有没有小鸡鸡 你说妈妈妈没有 他没有 然后他说我看看 对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跟他讲说 我们都有就是隐私的地方 所以呢 要是有人要看你隐私的地方 你要拒绝他 除非是家人 就是你的爸爸 要跟你洗澡什么的 但是我们需要互相尊重 我们的隐私的地方 所以你去学校 也千万不能翻人家的裙子什么去看 那你在家里也要尊重母亲 所以我是比较保守 所以在我们家 我进去淋浴 我们去游泳的时候 都是爸爸带着他们去更衣 孩子不跟我进去的 当我们变成大拇指主义 无论什么都是你最棒 你最棒的时候 你的称赞就失去了这个意义 孩子特别有自信的话 他就比较容易快乐是吗 如果他比较自卑的话 一般不太容易快乐 其实一个人的自信 需要建立在我们父母 对他肯定的是什么 要是我肯定孩子你很聪明 他会恐惧失败的时候 让你觉得因为他不聪明 你就不爱他 当我们肯定什么 我们是希望他能够在哪个地方成长 所以我会肯定孩子你很努力 你很认真 你很坚持 他的一些比较良好的品格 因为品格是孩子能够控制 能够成长的 一些孩子你很有音乐感 很有节奏感 其实这个是他不能控制的 我最近经历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的老三在学小提琴 他每一天就练了五分钟就没事了 然后就没有进步 他的哥哥就说 这个孩子这种进度 一辈子都学不了什么好东西 所以我们就去问了老师 我们说这个怎么进步这么慢 老师说 我跟你讲一个事实 你这个孩子不是音乐天才 所以他就需要用努力 才能换取进步 那我说那一天要练多少次 他说每一首曲子要练十次 然后我的孩子就说 天哪怎么办 这么长 可是这句话解放了我们 因为我们开始知道 孩子不是天才 该努力了 好 我们就按部就班的 每一天练十次以后 他的速度就往上升 感觉好像是天才 可是其实你一定要有下足够的功夫 才能够获取这个自信感 当孩子克服了 学到了这个曲子 练了足够的时候 他有一个成功的感觉 这时候自信就来了 他的自信是建立在他的勤奋上面 不是他的天才 其实教育孩子 我们经常会发现往往是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以鼓励为主 那另外一种是以批评为主 对 你觉得教育的时候应该哪种方式更好呢 我不想极端化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文化都有它的亮点可以采取的 有一次有一个记者进去我大儿子的房间 他说 哇你好棒哦 那个整个柜子全部都是那个奖杯 我大儿子说 那个没什么 你付了报名费 就每个人都有一个奖杯 这个对孩子一点意义都没有 当我们变成大拇指主义 无论什么都是你最棒 你最棒的时候 你的称赞就失去了这个意义 在我们家 我比较容易随时就鼓励 那我先生的标准非常的高 所以孩子要获取父亲的称赞是不容易的 所以当他们拿一个东西回来 我会说 我为你好骄傲 我好高兴 他们说 等一下我等爸爸怎么讲 我再确定 所以其实他们自己也能够衡量 你的称赞的重量是多大 最好是多称赞他的品格方面的 不要称赞结果 怎么样区分呢 当他考96分回来 我称赞是 你考全班第一名了 还是谁比你还好 还是我问说 这个礼拜我知道你很认真的在进步 然后你比上次多进步了两分 我为你很自豪 这个是你值得获得的 那要是他考了一百分 没有努力 因为对他来讲 数学要考一百分是没什么的 那就没有什么好称赞的 因为你知道他也不很在乎 如果当孩子不自信的时候 父母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他呢 这时候我们鼓励的就是他的勇气 在我们的家里我们不很注重结果 但是我们很注重过程 所以我们肯定的也是他的过程 当他鼓起了勇气去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称赞他的勇气 当他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还是要迎接一个挑战的时候 我们会对他表达我们的信心 我们会说 我相信你足够勇气 你很勇敢 你一定能够做 失败成功 无所谓 我相信你能够有勇气去往前做 记得有一次 孩子在读国内的中学的时候 他的班主任非常非常严格 他那天闹钟没有转 到了学校就迟到 他决定就不讲谎话 要去面对老师 那这个时候他就紧张 就哭了 说怎么办 我就鼓励他 我说儿子你一定能够面对老师 而且我也相信 你跟老师说诚实话 你愿意承担这个惩罚 这个后果 你也有勇气承担 然后我就发了一个短信 给他的班主任说 今天这个闹钟没有醒 所以孩子迟到了 但是我们做了一个坚定 就是坚持一定要说诚实话 所以老师就发一个短信回来说 我很感动他有勇气 所以就在全班的前面 就表扬了我的孩子说 你看他多诚实 所以这个结果是一个好的结果 我们给他的肯定 也不是说他避免了惩罚 而是他克服了他的恐惧 而去做这件事情